她臉也很臭耶 她臭臉 對 而且她... 這出戲是專門集合臭臉的人 而且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訪問她很容易進入死胡同耶 要不要試試看 就她的答案常常會令人發毛 妳事宜體質 你怎麼都沒有來上康熙啊 因為沒有機會啊 可是你不是拍了很多出戲嗎 之前宣傳沒有安排到 你有願意上過別的談話節目嗎 沒有人約 所以她常常不上談話節目 妳怎麼會說沒有了呢 有... 她這麼久不回答是不是有得好 沒有啦 妳敢說沒有就這件事 所以以女性的立場來講 藍正龍的帥跟邱澤的帥 邱澤的帥是茵茵的帥 藍正龍的帥是很... 很距離跟比較很近的 所以哪一種比較帥 要我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把我壓在場上 不...不管是誰嗎 想辦法你還想要這樣 你說趙哥吧 你還想要這樣 你們現在才... 現在才討論到我 你們排擠我啊 對啊 蛋打盪我 好 那邱澤 如果你跟一個人交往 結果你看到他臉已經不High了 就是分手的日子到了嗎 還是要看狀況吧 所以不是那種 一察覺到不外就說 嘿 我們分吧 這可以討論的我覺得 就再拖...也可能再拖一陣子 還是三年 你什麼囉嗦的 你手在那種姿姿霧霧 你把他水桿黏起來 不要影響來賓的發揮 你怎麼回答 邱澤 你來康熙的時候 沒有防範到主持人 會問感情的事嗎 所以你已經覺得我們會問 剛剛我問過的那個問題嗎 只是沒想到來怎麼快 對 現在再聊就可以了 所以你... 來了... 因為女生有上我們節目 好像有聊過邱澤耶 可以... 你看藍莎龍沒有用 因為藍莎龍自身男抱所以... 好啦 有跟她在一起過吧 就是朋友 你少囉嗦的 因為我的節目你在那邊有什麼 先不要... 這個事情呢 有帶來什麼困擾嗎 就是有人會說 你一直在這樣費文的事 或者這一類的 叫你不要再這樣做嗎 會...會有一些人會覺得可能 因為我之前去當兵嘛 然後後來現在出來 可能會有人覺得 好像在用這件事情在... 在抬高什麼 或者是想要... 想要利用這個事情消費什麼 所以會讓你 我並沒有那個 不想再跟演藝圈的女生交往嗎 會有這個... 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無所謂 可是其實如果... 跟圈內的人交往到... 應該是說 那感情會變得不太單純啊 已經不是互相喜歡這麼簡單 就變成可能有公司跟公司的問題 或者是... 還好啊 當時藍聖龍跟大椅子 交往的時候還滿單純的啊 我們就朋友就好 你不知道要回答我們就知道公司 所以如果要被困在電梯裡面 你要藍聖龍還是邱澤 每次都是這種問題 我們康熙喜歡講 你掉到海裡 或者困在電梯 因為人生災難總是很多 我要選邱澤 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就是 頻率比較不大 真的嗎 對 好啊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因為如果以主持人的立場來講的話 藍聖龍跟邱澤誰比較難搞 如果不是藍聖龍來過康熙很多次的話 我會怕藍聖龍 就如果比如你要跟一個人 單獨在化妝間 我會選邱澤 你會選邱澤 因為他反正會躲在角落 不會煩我 所以就大家各自躲在角落 可是藍聖龍的存在好像就是 你如果打翻一杯水 你會怕他過來揍你之類 如果修結開的話 你要選誰 都可以接受耶 其實我跟他們都還滿有話聊的 因為你要找到他們喜歡的東西 就不要說藍聖龍 喜歡的顏色 黑色 台灣演員 勞伯鼎一落 然後就這樣一邊查 對 二邊說 其實勞伯鼎一落的事情 很會演耶 其實還好 所以你回到家 你門一關 你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老是要做這種事 為什麼要跟大家搜尋的人 是我而不是人家 不是啦 劇組如果開心 工作起來也會愉快啊 藍聖龍覺得累的事情 是叫他假裝怕一些 他根本不怕的東西 對 你在戲中怕什麼 毛毛蟲 毛毛蟲還滿可怕 那你要演出多怕他 就是要發抖啊 為什麼戲裡會有毛毛蟲 是在野外的戲 對... 那個鏡頭他演10秒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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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好 就你跟邱澤就一人兩題 OK 對... 不然很難再進行下去 那邱...邱澤怕什麼 怕鬼 你怕鬼 我也是 怕鬼 不是 我 你很過分耶 怕鬼這件事可以聊 為什麼要結束 對 他有說他不接鬼片 對不對 有怕鬼怕到這個地步嗎 你是有遇過嗎 才讓你嚇成這樣 也沒有耶 沒有很具體的遇到過 所以如果現在是要邀請你去 體驗一個鬼屋住一晚 你不做這種事 我不要 你不做這種事 那如果是李安拍的鬼片 你要接吧 會吧 還是會接 所以你不敢一個人住飯店 我敢啊 可是要有護身符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你住... 所以你出外景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住在飯店 然後抽水馬桶自己抽水 按下去響 你會怎麼樣 真的假的 你不會覺得是什麼那個 接線出了問題啊還是... 我會...我會假裝鎮定 然後好像沒事一樣 然後趕快出門 你不會先去檢查一下馬桶嗎 不會 所以電視突然關了 電燈突然按了 你都會立刻衝出房門 我會先開開看是不是開關壞掉 那如果電話突然響了 然後你一發現那個電線根本沒差 這樣我也會... 這樣我也會... 出出去吧 這樣什麼啊 這都是鬼嗎 這是鬼嗎 沒有別的原因嗎 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去 我跟何倫東還有那個 陳勇去那個北海道 是 然後我們去拍片 然後那個...那個是在... 它其實像是旅社 它不是什麼飯店 然後有點老舊那種 然後我就提著行李 他自己要進去那個房間嘛 然後他們說進去要先敲門 然後敲完門 開門 我行李才一剛放進去 宜蓉在我後面嘛 他住對面 然後我行李才剛放進去 那門就很用力關起來 然後宜蓉說你... 然後我就把門打開 宜蓉說你幹嘛 關門用力 我說那門不是我關的 這是印象最深刻的 那是誰大門 門很大啊 門的彈簧之類的嗎 你可以感覺到它好像不是太... 所以那個門不是那種 推起來是重的 它會彈回來的 是一個正常的門 對 然後... 你幹嘛在旁邊 假裝門的聲音 這樣也被你聽到了 那我再演一次好了 再來一次 差不多這樣可以啦 因為再演也是被剪掉 所以那樣就已經怕囉 對 然後當天晚上 因為外面是...外面在下雪 然後睡覺的時候 外面有貓的... 貓的叫聲 貓也... 貓也不行 外面...外面在... 怎麼可能會有貓 外面當然有貓啊 下雪耶 那下雪貓應該在天上嗎 應該躲起來了吧 所以如果有鹿 那邊合理是不是 這個比較合理 這個比較合理 可是實際上一旦交往之後 最容易暴露缺點 就是男生顯得比較幼稚 或者是比較負責任 普遍男生就是幼稚嗎 對 對 才會喜歡你那麼久 你不是很煩嗎 對 我也是 我也是很煩 但是我聽到幼稚 我又受不了了 因為我很幼稚 那男生就是愛鬧嘛 對 那女朋友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你有說過多喝水嗎 沒有 你有說過你幹嘛不去看醫生 有 好像這樣比較直 這是最快的解決辦法 那你會不會幫他倒一杯熱水 放在他前面 如果在旁邊的話會 你會幫他查好診所開的時間嗎 如果有檸檬片的話 可以再切一片這樣 會切嗎 順便嗎 OK 可是他長這樣 應該隨便怎樣都是OK的 拿杯子給我 對啊 他上個戲他也是OK的 你是激烈型的人 沒有 我是 你有垂長過嗎 我是不說話的那種 冷戰 冷戰 那你會笑唱嗎 有過這樣的事情 不說話很可怕耶 他不管罵什麼 你都不出聲音嗎 因為開口一定沒有好話的 可是你不說話 以為你就會更生氣 對 有可能 所以你如果不說話 他就一直吼你說 你幹嘛不說話 你要怎麼辦 就看著他這樣喔 他這樣 這很火大一點 對 那你為什麼不離開現場 離開... 離開也會被罵啊 對啊 他叫你做什麼都是錯的 離開好像會更嚴重 就回話感覺 所以你說不說話 然後他說你幹嘛都不說話 你就說 然後你是要聽他講些什麼 對 或者是就看著他這樣子 看著他 然後就耍帥啊 讓對方講不下去啊 可是因為那個... 自己可能也有情緒 可是那個時候開口都知道 不會有好話 可是女方一個人 那邊大吼大叫 30分鐘不會很寂寞嗎